2024爆火美聚他们第二季强势来袭 女警安娜奉命调查一起凶杀案 可当她看见尸体后却吓了一跳 只见女人怒目原睁张大嘴巴 整个身体都被塞进柜子里 四肢禁术折断 脖子被扭到了一个诡异的角度 为了避免一弄 安娜将相关细节录下来 据了解 死者莫特是一位寄养妈妈 报警的人正是她负责照看的孩子马尔科姆 随即安娜带人对房间进行查看 这时才发现不太对劲 前门没有强行闯入的迹象 而且 这大白天的 房间里的窗帘都被拉下来 天花板和墙上布满没斑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窗帘从来没打开过 这时安娜又发现 墙上挂着一块新型钟表 而且表面玻璃碎裂 时间则是停止在3点17分 餐厅的门上的玻璃同样如此 种种迹象说明女人在临死前 与歹徒激烈搏斗 而等她们进一步查看时 却看到诡异里 只见通往藏尸柜的锅道上摆满瓶子 安娜连忙赶回警局 将事情汇报给上司 并申请全权负责这件案子 上司立马表示同意 安娜刚准备高兴一番 却又听到 原来就在不久前 安娜曾在一个南方杀手案中 闹出了乱子 身为一个二级警探 安娜尽不顾后果 袭击警方的一个线人 每当想起这件事上司就怒不可遏 恨不得立马将安娜踢出警局 但奈何安娜既聪明又能干 最后她还是选择 将她留下戴罪立功 安娜文言只能听从安排 但一提到这个搭档 安娜就意识头大 麦金尼的一贯作风 就是快速结案 很快她就将马尔科姆 带回来审问 可不管她问什么 马尔科姆都闭口不打 眼神里充满惊恐 而且 她还时不时地看向 棚顶的摄像头 安娜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也就在此时 迟迟问不出结果的 麦金尼有些不耐烦 于是她连侮辱带恐吓地 说马尔科姆就是杀人犯 谁知听完这话的 马尔科姆顿时暴怒 而看到照片后 马尔科姆像是受到 什么刺激不停躲闪 安娜见状只好 先暂停审问 因为当天是她的生日 安娜便早早忙完工作 赶回家 见妈妈正在准备晚餐 她直接来到 儿子凯文的房间 闪了几下灯 示意孩子吃饭 但就在一家人 欢度生日的时候 丝毫没有注意到 外面的路灯忽明忽暗 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在靠近 时间来到第二天一早 为了尽快破案 安娜走进儿童服务部 准备从另一个孩子身上 打探出一些 关于死者的消息 女孩只有六岁 为了避免惊吓到她 安娜先是讲了 很多小孩子们 喜欢的动漫人物 这也成功地吸引女孩注意 随后她便小心询问 女孩案发当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根据女孩的描述 当天养母不知 什么原因发了疯 马尔科姆则是 一直站在窗边安抚她 但就在当晚 刚睡着的女孩 却又被一顿 圣人的声音惊醒 赶忙坐起身查看 先是在门口的地板上 看到一瓶饮料 然后就听见外面 传来养母凄厉的惨叫 甚至还有骨头 被掰断的声音 女孩被这一幕吓坏了 躲在床上一动不敢动 第二天就得知 养母惨死的消息 安娜文言一脸的震惊 如果女孩说的都是真的 那这件案子 就不能定义成谋杀 这么简单 而且 从她接手这件案子以后 她的家人也开始遇见怪事 此时妈妈正在厨房里 准备饭餐 突然一股阴风吹进房间 下一刻又传来一声 凄厉的惨叫吓了她一跳 她以为是凯文搞出的动静 可此时的凯文 正在自己的房间 戴着耳机打着架子鼓 在灯光闪烁几次后 她还以为外婆叫她出去吃饭 但她没注意到 背后根本没有人 这天安娜回来得非常晚 在看到孩子熟睡后 想到案件迟迟没有进展 随即她将餐桌推开 腾出一片空间 看完死者照片 她做了一个决定 打算在自己家里 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